今天是11月2号星期四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借琳 道路重铺工作还没完成 左右两车道之间的路面出现一高一低 加上周围漆黑一片 一名少年早前就在该铺路工程的路段 发生车祸身亡 维护者认为是人为疏忽 导致要把道路承包商告上法庭 为儿子讨回公道 17岁死者穆罕默海卡尔的54岁父亲阿都卡利 今早向公正党波德森国会服务中心会议室 寻求法律援助 他在记者会说 儿子是在10月6号晚上约9点45分 下班期末都回家 再经过雪州靠近双西比利迪沙英达花园的路上出事 他说该马路属于双车道 因为道路重铺工作还没完成 左右两车道之间的路面出现高低 而根据目击者 儿子打算从左车道进入右车道时 一时没注意撞上高起的搏油路 连人带摩托摔向右车道旁的护栏 头部重创 当场死亡 阿都卡利控诉 承包商在进行道路重铺工作后 并没有在马路上放置路锥和警示灯 而该马路也没有路灯 夜间漆黑一片 承包商必须对此事负起责任 南北大道告进霹雳州五级美拉 200.4公里南下路段 今五发生裸里和长巴五车连环状 酿成一死三伤 涉及连环状的五辆交通工具 包括四辆罗里 及一辆长途巴士 肖整局资料显示 意外事发生在今天 接近中午时段 甘文丁肖整局在11点48分 接获投报后赶往现场 意外发生后 四名涉及者蒙受新重伤 而其中一人因为伤势过重 当场毙命 基达双西大年昨天发生一宗悲剧 两名五岁以及三岁的表兄弟 到养虾场玩乐时 双双坠入池塘 被家人发现时 两人都证实已经溺毙 死者是五岁的 穆罕默埃迪尔阿哈 以及三岁的 穆罕默沙菲安沙 这两名表兄弟 是在昨天下午两点 在哥达瓜拉姆拉 甘榜双西 俄马斯 胡荣 靠近他们住家的一个养虾场内 被发现溺水死亡 根据大多会议日报 死者穆罕默埃迪尔阿哈 48岁的父亲 穆罕默阿里 是养虾场的员工 事发时 他正在工作 直到妻子跑来通知 两名小孩不见了 于是他们便慌忙去寻找 后来当他准备收销网时 第一次拉时便感觉很沉 没想到竟然拉到外甥 而第三次拉时 则是拉到自己的孩子 虽然穆罕默阿里 紧急将两名小孩 送往政府诊所抢救 但是已经毁天法术 笨桶住宅区遭遇暴风袭击 超过20间屋子损坏 同时也有多处疏导阻碍交通 笨桶县民防部队发言人 尤斯利纳发文告说 这起风灾是于昨天下午4点半 共有4个地区受影响 其中 如嫩路斯里德里马花园 多达23间住家 遭暴风损坏 灾民达72人 阿山找我住宅区和笨桶政府诊所附近 也发生疏导事件 阻碍交通 队员接获投报后 立即出队救援 协助清理现场 美女网红Hashwire的身份被盗用 一名来自古近的男粉丝 点击面子书广告视频 被拉进WhatsApp投资群组 遭诱骗投资 最终损失16万令吉 英文电台BFN报道 由于市主迫切实现财富自由 因此分5次 汇入16万令吉的投资款项 市主是因为投资户头被冻结 加上无法提取2万令吉投资回酬 才精觉受骗 而女网红Hashwire接受BFN访问时说 不法分子倒许她在TikTok分享的视频 将100到200名成员加入WhatsApp 以及Telegram群组 所以拜托 如果你看人们使用我的视频 请请你加入群组 或付钱进去 只要报告 这一定不是我 然后分享这个视频 给你的朋友和家族 所以他们不要陷入困难 突然我接受很多 notification 从我的朋友和家族 或我的支持 然后问我 如果我曾经建立一个 新的WhatsApp 然后我才发现 有很多账币 使用我的视频 和视频 来创业 选择 我承认为我 带出来说 她已经就此事向警方 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以及面子书母公司Meta 投报 不过至今 仍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继续关注65岁女商人 遭合伙人状后 在捅刀致死案 现年35岁的女嫌犯 和她37岁的丈夫 落网后 如今被警方 严扣7天注查 两名嫌犯 今早10点 身穿橘色扣留犯制服 被警员 押送到马江推示厅 由推示祖阿兹林 批准由今天开始 至下周三的 7天扣留令 警方目前援引 刑事法典 302谋杀条文展开调查 这起谋杀案 是在昨天凌晨4点35分 在乌鲁登加楼 宗教局附近的 刮拉雾浪大陆旁 沟渠中 被一名保安员发现 65岁女商人 一和女合伙人 因为收益分配 发生终止后 被对方蓄意开车撞击 在被她以切肉刀 连筒15刀夺命后 最终被弃失在 大陆旁的沟渠 贤凶杀人后 乘坐一辆客户车 逃离现场 随后在昨天早上11点多 在华家打败的住家 被警方逮捕 乌易青年被控以手 抓未成年侄女的胸部 在经过审讯后 法庭今天宣判她 非礼罪程 监禁6年 以及鞭打两下 另外需要接受 为期一年的辅导课程 获释后需要手刑一年 27岁被告 穆哈默埃曼 被控在2021年 11月8号凌晨2点半 在关单布努冷当路 一带的渔民住屋内 非礼当年16岁 又两个月大的侄女 触犯2017年 儿童性罪案法令 相关条文 不过被告代表律师 在案件下判后 也向法庭申请暂缓 执行刑罚 并获得法庭批准 但是需要另外加 5000令吉保时金 一名华裔男子 因为有精神问题 被家人强行送院 不料他竟然猛咬 姐夫耳朵不放 导致姐夫耳朵重伤 28岁被告 郑金铭 今天在麻坡退市庭 被控严重智商他人 控状指他 在10月30号 下午 月1点25分 在麻坡沙里路 一家汽车领件商店 蓄意严重智商 一名41岁 养性男子 抵触刑事罚点的 严重智商他人条文 一旦罪成 可被判监禁 最高7年 或罚款 或两者兼施 城省推示 御令将被告 送往新山博麦医院 接受精神检查 案件展延至 11月30号过堂 被指最久来推广 国内旅游业 有失体统的旅游 艺术级文化部长张庆幸 杠上土团党 最高理事旺塞夫 在旺塞夫昨天指 不管任何宗教信仰 喝醉酒的部长 都是品行不好的部长 张庆幸今天反击旺塞夫 请后者先顾好自己的洗黑浅案 别对他的形象 说三道四 张庆幸今天通过视频 反问旺塞夫 自己当下是有做错任何事情吗 如果他真的做错了什么 影响形象 再来质问他也不迟 他也劝告旺塞夫 如果不懂得尊重多元种族和宗教 就不要说自己是土团党领袖 阿勒斯坦团结州虽然演发了一些争议 但是国内有不少学校都响应了这个活动 根据网络流传的视频 吉兰丹哥打巴鲁一间学校 在举办巴勒斯坦团结州时 师生们在一名老师的带动下 不停高喊巴勒斯坦万岁 以及高举巴勒斯坦国旗 虽然情绪高昂 但都遵守教育部的标准作业程序 现场没有任何武器 也没有任何失去的动作 换个焦点 一名送餐员随机向路人开口借钱 以便能到饮料店还清之前的奢账 就挑选了一名看起来很面善的华裔大叔 在上前和对方打招呼 并开口借一百令吉后 真的给他借到了一百令吉 原来这名大叔正是本地富豪 成功集团创办人兼顾问丹西里陈志远 他在听到送餐员的要求后 也爽快答应并掏出了一百令吉钞票 再和该名送餐员合照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 上周五因为突发心脏病 在上海促世享年68岁 一体周四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社交平台上的影片可见 从长安大街直到在八宝山公墓外 有不少民众沿街为他送行 并高喊 总理一路走好 我们想念你 总理辛苦了 北京天安门早上6点44分升旗后 也举行了降半旗仪式致哀 美联社报道 有数百甚至超过千人 聚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附近 送李克强最后一程 另外包括总书记习近平在内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也全员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则送花圈表示哀悼 继续跟进以巴冲突 哈马斯组织控制的政府办公室表示 以色列周二及周三两度空袭加萨地带加巴利亚难民营 造成至少19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包括多名人治 另外有120人失踪 777人受伤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指出 以色列对加萨难民营的致命空袭 可能等同于战争罪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强调 当前加萨局势日趋恶化 民众伤亡数字不断上升 任何有良知 负责任的国家都不能允许这样的惨剧继续下去 王毅周三应约和阿曼外交部长巴尔德通电话时 针对以巴冲突指出 中国支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 更大范围 更有时效的国际合汇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回到两国方案轨道 日前有消息指 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考虑 在加萨建立多国违和部队 不过美国白宫周三说 美国不会派美军前往加萨执行任何违和任务 早前有工人在山东青岛啤酒厂就地小便课题 引发社会关注后 官方周三通报调查结果 一名涉事工人被行政拘留 青岛啤酒发布声明道歉 强调会全面加强内部管理 不过此事已经引发民众食安恐慌 以及该公司股价大跌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 周三在英国白金汉郡 布莱切利元揭幕 包括中英美在内的28国政府 以及欧盟 签署名为布莱切利宣言的 首相有关AI技术国际宣言 指先进AI模型的最重要功能 恐有意或无意造成灾难性伤害 表明确信迫切要设法化解相关风险 另外特斯拉创立人马斯克 周三在伦敦参加首届AI峰会期间 对记者说 希望能够设立一个第三方裁判 监督开发人工智能的公司 并在有顾虑时发出预警 马斯克说 他不知道公平的规则是什么 但是认为在进行监督之前 必须从洞察开始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 由于严重干旱 未来几个月将进一步 减少可通行的传播数量 彭博资讯指出 世界最重要的能源商品贸易 已因此遭受严重冲击 美联储一如预期 连续在第二次政策会议上 宣布按兵不动 主席鲍威尔暗示 美联储现在可能已经完成了 40年来最激进的紧缩周期 但仍然为未来潜在生息 预留空间 秋季降临 英国德比郡 德文特水库附近的树林 开始呈现出秋天的橙色色调 新闻的最后带您一览 这片树林的美丽秋天景色 我是借琳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